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煮了一个超多小吃麦条 很多网友说不知道这个麦条怎么做的 今天找老猫出马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麦条是怎样制作的 麦条就是用麦粉做的小吃 只不过是把它鸭饼切成长条 所以叫做麦条 准备了一斤的麦粉 这个麦粉网上杂粮店都有麦 还有一网清水 倒入麦粉来烤 这一块来烤就烤 切碗切碗 家族去认禁越好 不然吃点乖 老猫是朝上帝戏传统的农家妇女 家里的国品都是她包办的 一斤麦粉半斤水 把鸭饼切成薄条 就是麦条 饼饼切成薄条 就是麦条 你准备点加辣吧 你准备点加辣吧 我不管吃,不然不吃 要买 不然咱们卖点加辣 要切成麦條就要压薄一點 要切成麦條就要压薄一點 然後兩面打一點粉,這樣不會粘 水果肉要來黏了 這個麵條要來倒 這個麵條要來倒 可以加白糖和紅糖 煮成麵條就熟了 麵條和麵條 炒麵條 炒麵條 這樣做可以搭配其他一些 番薯白果芋頭煮成甜湯 這種麵條吃起來很滑口 麥香濃郁,認真好 中間去漁了 小麵條 絞 aren't糊鋪 完全不太好 超b했다 絕對,這裡還會不夠 炒麵條 黃酒雞 ¿嗎? 炒麵條 VII 一直煮成 salanges 甜的好吃 還鹹的好吃 aven 吃起来跟你的开胃 又容易消化了